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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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許芳怡 我是一個舞者 我來自一個全世界最美麗的地方 它叫台灣 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你 我的心跳真的很快 我現在真的很想跳舞 如果可以不要說話的話 我出生在一個非常平凡的家庭 這是我們的從小時候的全家父照 可是這不是所有的 就是真正的全家父 因為我有一個弟弟在晚了13年之後 才到我們家報到 所以 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都不是受過非常高等教育的父母親 我的爸爸小學畢業 我的媽媽初中畢業 然後我爸爸白手起家 很幸運的 到了我的年代的時候 我們家已經算是 意識不缺 但是我們家就是 我必須說 我看過我爸爸和媽媽 他們很年輕時候的照片 我爸爸很帥 我的媽媽也很美麗 可是我們家的小孩 長出來之後都瀑布的 我應該是家中 從小最沒有讓父母親有所期待的 很誠實地告訴大家 我從小我的功課一直不好 但是我好像又是家裡很像很認真 很努力的那個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 我每天坐在書桌前面很長的時間 打開書本 可是後來我都發現 是他在看我 不是我在看他 那我功課一直不好 所以我的家人就跟我說 你知道嗎 如果你功課再繼續這樣不好下去的話 我們宜蘭有一個台塑工廠 將來你的前途就是去當女工 然後再嫁男工 然後再生小工 然後從小我就用一個很帥氣的姿勢 在指考 我的未來要做什麼 我從小不敢有夢想 我覺得我不可以有夢想 我也不敢想 因為我功課不好 然後沒有前途沒有未來 一直到我小四的時候 我碰到了舞蹈這件事情 然後我很喜歡站在台上的感覺 我覺得當時的舞蹈是讓我逃避現實最好的方式 因為我不想在台下過一個真實生活的許方英 我想站在台上 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跳鳳羊花鼓也好 跳放羊的孩子也好 我可以很努力的跳放羊的孩子 就這樣跑啊跑啊跑啊 然後把嘴巴髒得很大 然後假裝感覺上我是在講說 狼來了狼來了 我可以就在嘴巴很大的時候 把蚊子吃進去 可是我很享受 因為那時候我可以當放羊的孩子 我不需要當許方英 一直到了我上的藝術學院的時候 我遇到了Ross Fox老師 那Ross Fox老師是第一位 真的我覺得是改變了我的生命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位老師 這位老師在我上他的第一堂課的時候 他說這個學生很有潛力 我間接聽到這句話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覺得從來沒有人對我有期待 那那句非常有潛力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很大的希望 我偷偷在我心裡告訴我自己 我說我不想讓老師失望 從那天起我告訴我自己 我也想做夢我也想有夢想 我想要成為一個職業舞者 五年之後我到了紐約 我拿了兩個行李箱 去到紐約我功課不好嘛 那英文當然也不好了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就被當掉了 那我重修 所以到紐約的時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翻譯機 翻譯機基本上是我的生命 我必須帶著它到每一個地方 前三個月我實在沒有辦法 跟任何一個人溝通 但是你知道因為跳舞都是肢體語言 我進了教室其實老師只要示範我都會做 那我也可以就是跟著同學 但是我必須說 當你在失去某種能力的時候 類似失去溝通能力的時候 或是語言能力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眼睛和你的耳朵都會打開 而且會張得很大 你會非常專注地學習透過你的視覺 透過你的聽覺 雖然你聽不懂你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是在紐約對我來講 有一個很溫暖的事情 就是每天的早餐車 早餐車是 如果有朋友去過紐約 他還在 就是你知道 Bagel 然後咖啡 這是一件很幸福的早餐 而且當時只要一塊錢 可是因為我沒有辦法溝通 我沒有辦法說話 我永遠到那裡的時候 我永遠都是Liz Liz 我就一直這樣子 一直這樣子 可是在那裡讓我很開心的是 每一天我要離開的時候 那個人都會告訴我說 Have a nice day 然後我就會覺得 終於有人跟我說話了 然後我覺得 我好像有在跟世界交流的感覺 可是我偷偷地跟自己 我偷偷地告訴自己 我說 可是我也想開口啊 所以從那天起 我就開始學 我知道我最喜歡吃的Bagel 叫Cinema Raisin 所以 我告訴我自己 有一天我一定要開口 我一定要開口 告訴對方 我要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在家裡 不斷地墨背 我說Cinema Raisin Bagel 然後我喜歡Cream Cheese With Cream Cheese And Coffee Please 然後我就不斷地墨背 Cinema Raisin Bagel Cinema Raisin Bagel 我在家裡背好了 早上到了路上 遠遠的就快到了 我一直往前走 Cinema Raisin Bagel Cream Cheese 我的心臟就要跳出來了 所以我已經到了 然後我生物心 我很沮喪 當然很沮喪 我去上完課之後 我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 我為什麼沒有辦法開口 可是我沒有放棄 我繼續回家 繼續背 不過這麼一段句子 然後 後來在隔天 我再來一次一樣 很遙遠的路上 我已經心跳 已經跳到一個不行了 後來我看著那個 我看著那個 飯賣貝果的人 我跟他說 Cinema Raisin Bagel With Cream Cheese And Coffee Please 我講完之後 我整個自己眼淚都要掉下來 YES 我為什麼要說YES 對我來講 這不是什麼偉大的成就 但是那是在我心目中 小小的成就 然後 那是我的自我完成 那是我小小的勇敢 從那一天開始 我真的學習不怕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怕是怕什麼 怕丟臉 怕錯 那不錯你怎麼學 丟了臉 你永遠一輩子都會記住 那我又覺得 到底丟誰的臉 最丟臉的是 當你不學 你不願意面對的時候 那才叫丟臉 所以 從那天開始 那是我的第一個勇敢 我再也不怕 我再也不怕失敗 我再也不怕被刷掉 之後我到了馬薩格蘭姆舞團 然後我從 我從一個非常小的實習團員 然後再到一個 新舞者 然後再到群舞者 再到 soloist 再到 principal dancer 在紐約有很多的評論 然後很多人都非常期待上報 但是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不見得每張報紙都是會 都是說你的好話 也有非常嚴厲的批評 那我的家人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但是在那之前 我的父母親其實非常 怎麼說反對呢 他們其實不是這麼希望我可以繼續跳 因為 我的 爸爸從小白手起家很辛苦 所以他希望 我們家每個小孩都是當老師 可以坐在辦公室吹冷氣 可是 他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要選擇一個這麼辛苦 然後流汗的工作 一直到有一天 我上了紐約時報 然後這張報紙下面被剪掉了 他是整個紐約時報的旁邊 整一大板 我帶了這張報紙回家 我跟我爸爸說 爸你看我上紐約時報耶 然後他說 然後他的朋友說 欸 什麼喔 紐約時報很厲害耶 大家不是有錢就可以買了 他沒有任何的背景 他沒有任何的視力 他一定是很辛苦靠自己 才可以上紐約時報的 真的 我當時 後來換來的一句 是我爸爸說 好啦 隨便你 你如果要跳舞 你就繼續跳舞吧 所以從此以後 他就說 好 放心去跳舞 可是 上報 代表什麼 說實話我沒有 我不是不是在乎上報 但是我更在乎上場 這是在 有一次在紐約季的時候 然後 紐約季是所有的舞者 所有的表演者 非常重視的一個 一個季節 非常重視的一個時間點 那當時 我也已經上報了 然後也得到很多很好的評論了 然後 已經 你知道 舞團裡面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的Cast 然後Casting 假設那一次 我記得是那一次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舞馬 連續六場演出 結果當我看到 名單公佈的時候 就像學校考試放榜一樣 我就有兩場 我當時難過到一個不行 難過到一個不行 然後我衝到 我們排練在八樓 我衝到樓下打公共電話給我的老師 Ross Parks 我說老師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不是都說我最好嗎 我不是裡面最好的嗎 而且你們都開玩笑說我是明星 為什麼 如果我是最好 為什麼不是上台最多的那個人 我沒有辦法理解 也沒有辦法接受 老師說這就叫現實 老師說的現實其實就是說 這是真實的人生 沒有一個答案可以讓所有的人滿足 沒有一個答案可以讓每一個人都開心 所以我還是回家了 回家之後我們還是沒有辦法理解 我心裡有很多的不甘心 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我有很多的怨恨 然後我有很多的憤怒 很多的委屈 很多的覺得不公平 為什麼 然後哭完了那天晚上 隔天一大早起床 我的第一件事是 背著背包然後到教室去 我到教室去 為什麼我選擇到教室去 為什麼隔了一天晚上 我的頭腦不一樣 其實對大家的一個不一樣就是 我覺得當我自己認為 我處在一個弱勢的時候 我沒有權力抱怨 我沒有 我沒有權力哭泣 別人可以選擇不給我機會 但是我不可以選擇放棄機會 我不想放棄 哪怕那兩次 就那兩場表演 我要所有到現場看到許方儀表演的人 因為看到許方儀的演出而感到驕傲 所以我已經沒有比別人更多的場次了 我要在這兩場做到我的最好 那如何做到我的最好 累積我自己 是我做到最好 唯一的方式 然後累積我的能量是我最大的武器 我沒有其他了 我要什麼 站在舞台上沒有人可以幫我跳 這已經不是權力不是背景 不是任何一切可以幫助的 我唯一可以幫助我的人就是我自己 我選擇不要放棄 我選擇要那兩場演出 我選擇哪怕只有兩場演出 我都要盡情的享受 那是我的演出 我要因為 我要讓你因為看到我在台上而感到驕傲 就 我過了那關之後 我覺得 對我來講 選擇放棄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而且相反的選擇放棄對我而言是 一件需要學習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當你選擇放棄的時候 好像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說 那當時呢 當時你的信念呢 當時你下的決心呢 放棄真的不是這麼容易 但是我花了 十九年 我十九年 十九歲的那一年 知道我的人生的第一個夢想 想要當職業舞者 我花了再花了十九年確定 我真的要繼續跳舞 這是一張 我自己從來不敢夢想 有一個報 就是雜誌上面 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名字 在就是 這本雜誌特別的專輯報道 之後一直在到 回到台灣 林茵婷姐 幫我 就是我口述 然後幫我出了一本書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 我對這本書的書名 我非常非常喜歡 可是我不斷地一直在問自己 不怕 我真的不怕嗎 其實我很怕 醜到哪裡 我其實都很怕 我剛剛在後台也很怕 我要去 我在紐約 我要上飛機 要過海關 我也很怕 audition 我也很怕 要開口講 Cinnamarism Bagel的時候 我也很怕 可是我有一件事情 還蠻強的是 我會學習假裝勇敢 然後在假裝勇敢的過程裡面 我試著學習勇敢 那 我覺得很難的 有一點點的勇氣 就可以鼓勵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後那不一樣 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有很多不一樣 因為我沒有跟很多人一樣 很聰明 然後也有很多外在的不一樣 因為我長得不一樣 很多人都有巴掌臉 可是我有巴掌額 然後 以前我對自己的長相 有很大的挫折感 因為我的朋友說 你真的長得很奇怪 所以我看到你的人 應該很難得會忘記你 因為你長得很像E-T 然後 可是後來 我對於這些 我都沒有覺得很難過 是因為我覺得 那是很好的磨練 之後很棒的是 很多觀眾會跑來跟我說 許芳瑀你知道嗎 我只要看到你在台上 你知道你會發光嗎 你真的會發光 後來我就覺得 因為我額頭很亮 所以 從此以後 我就非常喜歡我的額頭 你看 很多很多的不一樣 很多的腦袋想法不一樣 很多的做事方式不一樣 我用很多方式完成我自己的夢想 我用很多方式完成我自己的夢想 在別人眼中很愚蠢的方式 但是那是我會的方式 我覺得很多 我覺得很大的差別 就是很多人在做夢 然後很多 可是多數有人在想夢 但是很少真的 用自己的行動力去完成夢想 用做夢把做夢做 這個字變成一個動詞去做夢 那我覺得我最大的幸運是 也許是指從小的家庭家喻吧 我們家小孩長得不漂亮 也沒有什麼特色 但是每個都很腳踏實地 我喜歡這個名字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 我的名字叫許方儀 Dare to be different My name is 方儀秀 謝謝 謝謝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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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